香港男演員黃秋生 因為5年前力挺香港公民 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 遭中共封殺 工作量銳減 事隔5年 他憑藉電影《淪落人》拿下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 再度成為影帝 不過網友發現 中國媒體愛奇藝公布完整得獎名單時 最佳男主角獎項一欄 黃秋生的名字卻被消失 第38屆香港金像獎滿美落幕 黃秋生打敗影星、周仁發和郭富城 風光上台臨獎 黃秋生因為支持2014年的雨傘運動 加上他公開反對警察使用暴力 而被貼上港獨標籤 遭大陸封殺 5年來 他宛如在人間蒸發 沒有任何機會出演中港合拍片 演藝圈工作以及收入都大受影響 香港20年 黃秋生第三次獲得金像獎影帝 這次他卻以臨天愁演出《淪落人》 或許是因為看淡了娛樂圈的紛紛擾擾 演技方面多了一些從容與心無怪愛 讓他成功摘冠 黃秋生上台領獎時不禁大聲地說 原來這世界真有奇蹟 電影《淪落人》劇情圍繞在香港建築工人 生長人士和外籍移工等小人物身上 黃秋生飾演半身不隨 必須要靠輪椅度日的失婚男人 與菲庸產生一段微妙的主仆之情 影片充滿溫情 劇情細膩感人 也揭露了香港社會的陰暗面 不失批判力度 黃秋生坐在輪椅上完成的大部分表演 被譽為展現了教科書般的演技 最近的一些政績壓力 包括其實過去幾屆 曾經有一個追加電影 許年也受到內地的一些風浪 前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建民 也是2014年香港讓愛與和平 佔領中環運動的發起者之一 致力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他 對於黃秋生的獲獎 除了高興 他還覺得特別有感受 陳建民表示 現在香港很多影視工業 都是依靠大陸市場 讓中共很容易以此來封殺演藝人員 而且已經成為常態 都是通過香港的電影的 後來過去10、20年 因為大陸提供很多方面的支持 土地、人員等等方面 有很多的公司覺得在大陸 制作電影會做得更好、更大 觀眾的元素也是更大 可是最後就變成 他們為了遷就這個大陸的市場 就很多時候就會自我審查 而且整個風格越來越沒有香港的味道 陳建民認為 香港電影靠著大陸的市場 言論卻受限制 這次獲獎的電影《淪落人》 是由新客導演陳曉娟所指導 黃秋生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他想要給香港新導演機會 支持香港電影圈重新奮起 有網友發現中國媒體愛奇異公布完整的得獎名單時 最佳男主角獎項一籃 黃秋生的名字卻被消失 其實你看到金獎獎的評審 也儘管可能過去幾年受到一些政治壓力 他們還是很絕驗著 在金獎給文書生身上引遞這個獎 也可以看到香港還是有正一個不怕存權的情況存在 也是香港人覺得驕傲的地方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因為站中標籤太矮眼了 黃秋生金獎獎影帝 但是中共的媒體在得獎名單上讓他消失了 有網友說 香港金獎獎的評委值得尊敬 沒因為政治因素給獎